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屌丝第106回,嗯,我感觉他应该撑不住多久,这个刘玉虎,看着就不像是个能扛的人,从我们换了地方将他转移到这后,他明显就开始焦躁了。 经常问为什么把他关到这来,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把他换到这来,估计再没人能够给他递消息了,他自然是沉不住气。 赵洪源笑了笑,我去会会他。赵洪源说完,转身出了监控室,朝关押刘玉虎的房间走去。 赵洪源现在身上的压力很大,一方面要调查刘广安的车祸,一方面刘玉虎的案子也依然是他在负责,赵洪源只希望能尽快有所突破。 刘广安的死给赵洪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丝气急。 赵洪源打开关押刘玉虎房间的门,迈步走了进去。 见有人进来,刘玉虎眼睛动了动,见是赵洪源,刘玉虎撇过头,再次出神地盯着前面。 赵洪源没说话,看了看桌上的几份报纸,正面朝上的都是关于刘广安车祸的报道。 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赵洪源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拿出一根点了起来。 能不能给我也来一根?刘玉虎突然开口。 赵洪源闻言,把烟割桌上,又把打火机扔过去。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抽着烟,彼此都没说话。 一根烟快抽完,赵洪源深吸了一口,把烟头掐灭,仿佛和老朋友聊天一般,慢慢地说着。 刘玉虎,在这里头的滋味不好受吧? 刘玉虎没吭声,吸了口烟,撇了撇赵洪源,一副无视的姿态。 赵洪源不以为意地笑笑,道,刘玉虎,你爸死了,你以为你还能平平安安地出去吗? 不用做梦了,你要能出去,早就出去了。 你不用拿话急我,我说过了,我没犯罪,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早晚得放我出去。 刘玉虎吸了口烟,咬牙说道,呵呵,你当我们是傻子呢? 赵洪源再次点着一根烟抽起来,刘玉虎,把你转移到这里,你还不明白上面办你的决心有多大吗? 你以为你在上头,有人就能把你运作出去? 之前在办案基地,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内部谁在给你传递消息,但眼下把你转移到这来,还有人能够给你递话吗? 你所认为的那个神通广大的大靠山,现在怎么还没能把你放出去? 醒醒吧,别再执迷不悟了。 刘玉虎听着赵洪源的话,没有吭声,一口一口不停地吸着烟。 看着刘玉虎的肢体动作,赵洪源眼睛瞇了瞇,刘玉虎心里慌了,动作有些慌乱。 这时候,赵洪源不介意再添一把火,道,刘玉虎,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件事,你罢车祸一事,目前也是我在负责调查。 你什么意思?刘玉虎手上的动作一顿,盯着赵洪源,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罢车祸一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赵洪源同刘玉虎对视着,一字一顿道,你罢出车祸死亡,并不是一起意外,而是有人训谋策划,这是一起谋杀。 你,你说的是真的?刘玉虎瞪大了眼睛,声音发颤。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赵洪源说道,是谁干的?刘玉虎脸色变得煞白,谁干的不清楚,现在还在查。 赵洪源看了刘玉虎一眼,意味深长道,刘玉虎,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你爸死了,你觉得对谁的好处最大? 你想说什么?刘玉虎死死盯着赵洪源。我不想说什么,我们是讲纪律的,没证据的事,岂能乱说?赵洪源呵呵一笑,你自个想想吧,如果你爸是被人蓄谋杀害的,对方既然会杀你父亲,回头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杀你? 你,你胡说八道。刘玉虎两眼发红,大声吼了起来。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至于反应这么激烈吗?赵洪源盯着刘玉虎,你在害怕什么? 没有,老子怎么会害怕?刘玉虎歇斯底里,老子是刘玉虎,天不怕地不怕,老子怕过谁。嗯,那你就在里头慢慢熬着吧。赵洪源笑了笑,站了起来,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找我。赵洪源说完,转身就要离开,快到门口时,刘玉虎突然喊道,我要见我姐,你能帮我安排吗? 赵洪源眉头皱了一下,下意识就要拒绝,转头看了看刘玉虎,赵洪源心头一动,突然改变了主意,道,我可以帮你安排,但这事也不是我能做主的,需要上头批准。好好,只要能安排就好,我等,我可以等。刘玉虎忙不迭点头。 赵洪源走了出去,心情没来有好了几分,他能感受到刘玉虎的恐慌和害怕,哪怕对方嘴上说得再硬,但肢体语言却是骗不了人。 何况跟刘玉虎也算是打过一段交道了,他知道刘玉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付。 只要断了对方心中的念想,刘玉虎的心理防线可能就崩溃了。 回到监控室,赵洪源吩咐手下的队员,刘玉虎可能坚持不了太久,一旦他开口了,立刻通知我。 赵队放心,有什么进展,我们立马给您打电话。 队员笑着点头,随即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兮问道,赵队,那个刘广安真的是被人杀的吗? 好好盯着这里,别那么八卦。 赵洪源美好气地瞪了对方一眼。 赵队,大家伙这不是都好奇吗? 刘广安这样的知名人物要真是被人杀害的,那可真是惊天大案了。 那名队员道,赵洪源没有说话,现在案子的压力都在他身上,刘广安的车祸。 他另外抽调了几名精干队员在调查,和刘玉虎这边双线并行,齐头并进,只希望能在其中一边先取得突破。 市区,刘昌兴家。 刘盈和尚可一起来到刘昌兴家里。 刘昌兴已经在家,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到刘盈过来,刘昌兴笑咪咪站起身。 刘昌兴,来了,坐,叔叔好。 刘盈点头礼貌打着招呼,你这孩子,总是透着一股客气。 刘昌兴笑笑,坐吧,来了,就把这当自己家里,别客气。 刘昌点点头,和尚可一起坐下,却是有意和尚可拉开一点距离。 刘昌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道, 小盈,你爸还没过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和我商量你和小可订婚的日子。 我们当时还说,等他从京城回来,就给你俩办订婚宴,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昌兴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刘昌淡然道 好好,不提了,私人已逝,咱们活着的人啊,应该向前看。 刘昌兴画风一转,小盈,虽然你爸去世了, 但你和小可订婚的事,我希望能够照旧。 我想你爸在九泉之下,也会希望如此。 毕竟你一个女孩子家要操持红展集团这么大一份家业也不容易, 你和小可订婚了,你俩可以互相帮扶,也好有个依靠。 你说是不是? 而且以后,咱们成立一家人,红展集团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我要帮个忙说个话,也才名正言顺嘛。 我爸刚去世,我现在并不想考虑这事。 刘映苦涩道 也对,可以理解。 刘昌兴点了点头,无论如何,叔叔都希望你能早日走出悲伤,振作起来。 会的,现在集团只能靠我自己一个人,我不振作也不行。 刘映点头道 刘映,你这话不对,不是还有我吗?有什么困难,我会帮你一起扛的,咱俩解决不了的,还有舅舅呢? 尚可出声道 谢谢你的好意 刘映感谢道 说着话,刘映不动声色看了下时间,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三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约莫过了四五分钟的时间,刘映的手机响了起来,听到电话响的那一刻,刘映表情一松,立刻就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打电话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刘映脸上一下露出着急的神色,站起身道,叔叔,集团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回去。 这么急,不能吃了饭再走。 刘映星愣了一下,现在集团的大小事都只能由我亲自做主,我不过去,下面人也不敢擅自处理。 刘映苦笑,站起身道,叔叔,我先走了,下次有机会再过来吃饭。 盈盈,你真走了?尚可急忙跟着站起来。 嗯,集团有事。刘映点点头,没多说什么,跟刘昌星打招呼后,就告辞离开。 尚可愣愣站在原地,看着刘映离去的背影,满脸的失落。 小可,不用看了,这个刘映怕不是你能驾驭的。 刘昌星淡淡地说着,你还看不出来吗? 她是故意找借口离开的,我要是没猜错,刚刚那电话都是她故意安排的。 舅舅,不会吧? 盈盈她要是不过来,刚刚就直接拒绝了。 尚可替刘映辩解着,她只是不想直接搏我的面子罢了。 刘昌星呵呵一笑,这个小姑娘,心思挺多啊。 尚可文言脸色一暗,舅舅,我和盈盈订婚的事,是不是黄了? 现在,你广安叔死了,再加上刘映又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订婚的事怕是没那么容易了。 刘昌星叹了口气,你没看我刚才提这个话题时,刘映立刻就岔开了。 听到这话,尚可脸上愈发显得失望,不甘道,广安叔怎么偏偏就在这时候出车祸死了呢? 早知道我和盈盈早一点订婚就好了。 听到尚可的话,刘昌星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默念了一遍心惊为刘广安超度。 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复杂,刘昌星一方面心狠手辣,一方面却又十分迷信,信奉一些风水玄学。 就在客厅的显眼处,古色古香的木架子上,摆放着一块精雕细刻的石头。 那是早年刘昌星从高人处请过来的,名曰靠山时。 吃完晚饭,刘盈收拾了下桌子,准备继续工作。 这时手机响了,看了下来电显示,见识个陌生号码,刘昌直接摁掉。 刚挂掉,手机再次响了起来,依然是同一个号码,刘昌疑惑地接了起来。 刘总吗?我是赵洪源。 电话那头,赵洪源自报家门。 刘昌皱了下眉头,赵洪源是谁? 她似乎并不认识这个人。 正当刘昌还在寻思赵洪源是谁时,只听赵洪源诱道,刘总,我是省厅行真大队的。 你弟弟刘玉虎的案子是我在负责。 他想见你一面,你晚上有时间吗? 有有,有时间。 刘昌几乎是不假思索答应了下来。 好,那待会我安排车子去接你。 刘总到时只要跟着我们的人上车就行了。 赵洪源说完挂了电话。 喂,刘昌还想说什么? 发觉赵洪源已经挂了电话,刘昌拿着手机发呆。 这个电话来得太突然,让刘昌很是意外。 她之前也从父亲那听过弟弟这个案子的情况。 知道这个案子的办案层级很高,从一开始就被提及侦办,以至于连父亲的关系人脉。 想要见弟弟一面都不容易,眼下省厅那边突然主动安排,刘昌的惊讶可想而知。 这也是她刚刚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的缘故。 收起手机,刘昌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这会也没了工作的心思。 刘昌不时抬头看着墙壁上的挂钟,焦急等待着。 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手机再次响了起来,刘昌迫不及待接了起来。 刘总吗? 我是省厅的,刚刚我们照队联系过你,我现在在你们集团大楼地下停车场,你可以直接下来。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刘总不用多想,我们确实是省厅的。 那名男子看出了刘昌眼里的怀疑,从怀中掏出证件,你可以看一下。 刘昌接过对方的证件认真看了起来,这时男子又解释道,因为关押刘昱虎的地方是高度保密的, 所以你只能戴着眼罩,等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取下。 约莫等了二十多分钟,房间门被推开,刘昌在两名警员的陪伴下走了进来。 接,刘玉虎看到刘昌,一下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小虎,刘昌快步走了过来。 赵红元清咳了一声,适时站出来,见也见了,你俩有什么话就快说,给你们十五分钟的时间。 刘昌虎闻言,神色一正,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急切地问道, 姐,爸真的死了吗? 刘昌没想到弟弟会问这个,眼眶发红,哽咽道,嗯,爸出车祸走了。 从刘昌嘴里得到答案,刘玉虎两眼呆滞地坐下,直至现在,刘玉虎才真的愿意相信父亲去世了。 一旁的赵红元健壮,眼里闪过一丝了然,之前刘玉虎显然在怀疑他们的话,甚至还觉得那些报纸是伪造的,以为他们在欺骗他。 一会儿,刘玉虎回过神来,喃喃道,姐,爸出车祸,真的是另有引擎吗? 刘昌迟疑了一下,摇头道,这是我现在也不确定,也许是有。 也许是有?那到底有还是没有? 刘玉虎瞪大眼镜,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刘昌皱着眉头道,听到姐姐的话,刘玉虎一脸失神,不知道在想什么。 刘昌这时候,看了赵红元一眼,道,能不能让我和弟弟单独讲几句? 不能。赵红元断然拒绝,能让你们见面,已经是上头特别批准,全程都必须由我监督。 听到赵红元的话,刘昌失望不已,有省厅的人在场,有些话就不方便说出口。 不过这回看到弟弟安然无恙,刘昌却是放心了不少。 姐弟俩一下相对无言,屋里陷入了沉默中。 秃弟,刘玉虎站了起来,赵队长,我要回去了。 要回去了。 这次反倒赵红元有点发愣,嚷着要见姐姐的是刘玉虎自己,现在时间都还没到呢。 刘玉虎竟然资格要结束这次会面。 小虎,刘盈着急地站起来,喊着刘玉虎。 刘玉虎转头看了姐姐一眼,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 其实刘玉虎和姐姐刘盈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因为两人是属于典型的性格相冲。 刘盈是个比较正派的人,从小在老师眼里就是个好学生,而刘玉虎,确实打小就也惯了。 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老师眼中的坏学生,姐弟俩的性格可谓是天南地北。 成年后,两人都在自家公司里做事,没少发生争执。 这也是为什么刘玉虎去两北线经营铁矿的生意后,比较少回京城的缘故。 但过往归过往,眼下父亲死了,在刘玉虎眼里,刘盈这个姐姐却是变得亲切起来。 或许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如今刘家就剩下他们两人,在刘玉虎心里,刘盈是她唯一的亲人。 赵洪元把刘玉虎送回关押的房间,看了看刘玉虎,道,刘玉虎,你想见你姐,我们也帮你安排了,你是不是也该配合我们,别再那么冥顽不灵了。 赵队长,如果我交代了,能减轻罪行吗? 刘玉虎问道,当然可以,坦白从宽,如果你主动交代,到时候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会酌情考虑这点的。 赵洪元点点头,心里暗喜,刘玉虎可能要开口。 那如果戴罪立功呢?是不是更应该从轻判罚? 刘玉虎又问,如果你确实有戴罪立功的表现,那我们也会尽量帮你跟法院争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量帮你减轻刑责。 赵洪元紧紧盯着刘玉虎,心里隐隐有些激动。 此刻,刘玉虎却是沉默了下来,没再说话。 好一会,刘玉虎看似喃喃自语,低声问道,如果我爸是被人害死的,那他是被谁害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谈过,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给不了你什么答案,但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你爸死了,对谁最有利,我想你心里有自己的猜测。 赵洪元淡淡道,还有,别指望你那个所谓的大靠山了,他要是能把你弄出去,你早就出去了。 刘玉虎闻言再次沉默。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正当赵洪元刚刚冒出的那股兴奋劲逐渐冷却,以为刘玉虎还要做几天的思想斗争时,刘玉虎陡然开口,我要交代,我要检举。 一小时后,赵洪元的车子在马路上飞驰着往省厅大院方向赶去,此刻赵洪元心里很激动,突破,重大突破。 刘玉虎不仅坦白认罪,还交代出了重要线索,此时此刻,赵洪元甚至都快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恨不得飞回去,第一时间向孙泽忠当面汇报。 省厅大院,孙泽忠办公室。 刚刚准备离开的孙泽忠,被赵洪元一个电话留了下来。 很快,赵洪元上了楼,孙泽忠走回沙发上坐着,看到赵洪元进来,笑呵呵道,洪元,你一个电话就让我在这里干坐了半小时等你,要是没什么好消息,我可就拿你是问了。 孙听,刘玉虎撂了,还检举了重要线索。 赵洪元兴奋道,哦,孙泽忠坐直了身体,快说。 赵洪元坐下来,从公文包拿出一个日记本,这是刚才刘玉虎交代时他记录下来的,然后赵洪元当面向孙泽忠汇报起来。 听着赵洪元的汇报,孙泽忠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喃喃道,没想到这个刘玉虎不开口则已,一开口竟然交代出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可不是,今天他提出要见他姐姐刘盈,我就琢磨着他的心理防线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没想到这么快料了。 赵洪元一脸高兴,案子到现在可算是有了实质性进展。 这件事我必须马上向廖书记汇报。 孙泽忠一脸严肃,走到办公桌旁,拿起座机给廖古峰打了过去。 此刻,远在京城的廖古峰刚和一个老朋友吃完饭回到宾馆。 电话响起,廖古峰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座机号码,神色一动,接起了电话。 廖书记,刘玉虎已经认罪了,而且交代出了重要线索。 电话这头,孙泽忠肃然道。 什么线索?廖古峰连忙问道。 是有关刘部长的,孙泽忠缓缓开口,将自己从赵洪元那听到的汇报和廖古峰说了起来。 气氛一下变得严肃,廖古峰听完孙泽忠汇报,几乎是不假思索道。 则忠同志,姿势体大,考虑到这事已经超出了咱们省里的管辖权限,你马上整理相关的线索材料。 明天亲自跑一趟京城,向相关主管部门汇报。 次日一早,孙泽忠带着相关材料赶往机场。 红展集团,刘盈早上处理了一会集团事务,十点左右,助理将今天的报纸送了进来,刘盈便停下来看报纸。 父亲去世,刘盈现在增加了一个习惯,就是要看看当天的报纸。 翻阅到西北日报的第二版时,刘盈看到一篇和梁北有关的报道,不由认真看了一遍。 看完通篇报道,刘盈沉思起来,报道内容是对梁北县教育局局长丁永兴的专访。 丁永兴在采访中谈了梁北县这几年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且提及到了在省市两级领导的关心下,梁北县即将新建一所特教学校,而这是分管教育的赋现场,乔梁向上面努力争取的。 很显然,丁永兴在采访中并没忘了借机拍下乔梁的马屁,事实上,他说的也没错,这所特教学校能建起来,确实也都是乔梁的功劳。 刘盈盯着手中的报纸,沉思许久,他要是没记错,前一阵子,西北日报好像也对乔梁有一阵密集的报道,内容大概是跟乔梁在梁北的扶贫工作有关。 省里便将梁北的扶贫工作作为典范宣传,这已经不只是单纯认可乔梁的工作那么简单了。 这个乔梁,在上头有人啊。 刘盈默默思考着,想到乔梁是江东省过来的挂职干部,廖谷峰也是从江东省过来的。 把这些联想在一起,刘盈目光转动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一会,刘盈将助理喊进来,吩咐道,我要去梁北一趟,你安排一下。 和孙泽中一起前往京城的,还有省里负责纪律检查的蔡文睿。 这是昨晚廖谷峰临时决定的,让孙泽中和蔡文睿打电话说明情况。 同时,廖谷峰也亲自打了个电话给蔡文睿,让蔡文睿今天也一块过来。 三人碰面后,廖谷峰里然道,泽中同志,下午你和文睿同志一起去向主管部门的领导汇报此事。 廖谷峰说着,看向蔡文睿,文睿同志,你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昨晚我连夜给上头分管的领导打电话,下午那位领导安排了半小时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 蔡文睿点头道,好,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了,晚上咱们再碰个面。 廖谷峰淡淡道,孙泽中和蔡文睿文言点了点头,两人脸上都充满了肃杀之色,涉及到刘昌兴的线索超出了西北的权限,需要向上面汇报,一旦上面决定彻查,那恐怕又是一起震动西北的大案。 蔡文睿不动声色,悄然瞄了瞄廖谷峰,廖谷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布置孙泽中查这条线的,竟然连他都蒙在了鼓里。 乔县长,能约你见个面吗?电话那头传来刘映的声音,刘总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电话里说吗? 乔梁说道,电话里说终归是没有见面聊好。 刘映微微一笑,乔梁听到这话,眨了眨眼睛,听刘总的意思,你来梁北了。 嗯,我刚到,住在梁平酒店,乔县长要是方便就见个面,聊一聊如何。 刘映说道,巧了,我现在也在梁平酒店。 乔梁道,是吗? 刘映有些意外,立刻道,那我们在二楼的茶餐厅碰个面,如何? 乔梁略意犹豫,很快就答应下来,他还真是挺好奇刘映又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乔梁来到二楼茶餐厅,刘映已经在那等候,两人找了个小包厢。 坐下后,乔梁不动声色打量着刘映,刘总找我,不知有何赐教。 赐教不敢当,乔县长也不必这么警惕地看着我。 刘映淡淡道,上次你在我们酒店被抓的事,我已经说过了,跟我无关,乔县长难道还不相信? 事情都过了,相不相信已经不重要了,你说是吗? 乔梁反问。 也是。 刘映点了点头。 两人都沉默了一下,乔梁对刘映无疑还是有些警惕的。 上次的事情,刘映虽然专程跑到梁北解释了一下,乔梁在心里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了。 但刘映终归和尚可是一路人,乔梁不可能完全信任对方。 片刻,刘映开口道,乔县长,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梁北想建一所特教学校。 嗯,是有这回事。 乔梁点头道。 那我想代表红展集团捐款五百万,乔县长没意见吧? 刘映道。 啊?乔梁惊讶地看着对方,对方竟然是想捐款,这种好事,乔梁又怎么会有意见? 担心刘映是在开玩笑,乔梁连忙问道,刘总是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能为残疾儿童贡献一份力量,这本身也是我的荣幸。 再说了,我们红展集团作为知名民营企业,也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刘映道。 没想到刘总会有这么高的觉悟,我代表梁北县的残疾儿童感谢刘总乔梁正色道,对刘映的印象突然好了不少。 乔县长,我给你们捐款,不知道乔县长能否答应我一个条件。 刘映突然道。 听到刘映这话,乔梁一正,随即恍然,心想这才正常。 否则刘映怎么会无缘无故想给梁北的特教学校捐款呢? 对方果然是有条件。 心里想着,乔梁问道,什么条件? 很简单,我希望乔县长能帮我安排一下,我想见廖书记一面。 刘映说道。 就这是。 乔梁狐疑地看着刘映。 对,刘映肯定地点头。 刘总,你想见廖书记,应该不难吧? 普通人想见廖书记也许见不到,但你们红展集团是省内知名的民营企业。 你刘总又是红展集团的总裁,你想见廖书记,我相信你肯定有自己的办法,何必通过我? 乔梁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刘映。 乔县长不用多疑,我之所以想通过乔县长帮这个忙。 第一,是因为我担心廖书记不想见我。 你也知道,之前我爸在电视节目上公然抹黑过廖书记,所以我担心廖书记对我们红展集团有成见,不想见我。 第二,诚如乔县长所说,我通过正规渠道,确实也有办法见到廖书记,但那样肯定会惊动其他人,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你所说的其他人指的是谁? 乔梁追问道。 乔县长何必明知故问? 乔县长何必明知故问? 刘映说道。 我还真不知道。 乔梁摇摇头。 刘映沉默了一下,刘昌星。 乔梁不有感到意外,红展集团不是和刘昌星关系密切吗? 刘映想见廖古风,竟然要瞒着刘昌星。 若有所思地看了刘映一眼,乔梁暗想,有些事情看来也不光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想了想,乔梁又问,刘总怎么能确定我就能帮你安排和廖书记见面?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县长而已。 我最近经常在省报上看到有关乔县长的报道,一个普通的副县长,怕是没资格让省报经常宣传吧。 刘映微微一笑,我想这里头应该是有上面领导的指示。 再加上我注意到,乔县长是从江州过来挂职的,而廖书记同样是从江东省调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你俩应该是有一些特殊关系的。 话说到这份上,乔梁也不好在否认什么,而且他也不想错过刘映那五百万捐款,不由道。 刘总,我可以帮你试试,但廖书记愿不愿意见你,可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而且,不管成功与否,刘总这五百万可都得捐。 好,刘映爽快硬下,其实就算乔梁不答应,刘映也照样会捐这五百万。 对于父亲所做的事,刘映一直心怀愧疚,她希望能够通过做一些慈善弥补一下父亲之前的错误。 两人谈完正事,气氛轻松了不少。 通过这事,乔梁意识到刘映和刘昌星尚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她想的那样,这让她对刘映有了和之前不一样的看法。 聊了几句,乔梁随口问道,刘总专程跑到梁北,就是为了这事吗? 也不全是为了这事,我还要去一趟铁矿,想和调查组的人见一面。 刘映说道,哦,乔梁一正,看着刘映。 调查组的人昨天去省里找过我,说是想问我几个问题,但因为某些原因没能谈上话,所以我琢磨着今天主动来一趟。 刘映解释道,乔梁文言恍然,没想到刘映是为了这事来梁北。 两人坐了一会,因为彼此不算熟悉,也没太多的话可聊,刘映先起身,准备告辞回房间。 乔梁见状也跟着起身,刘总,趁着你还在梁北,咱们明天搞一个捐赠仪式,如何? 这,不必了吧? 刘映迟疑了一下,摇头道。 刘总,我觉得有必要,红展集团捐钱做慈善,这是好事,刘总就算是不为个人着想,也得为集团着想啊,像这样对集团正面形象有好处的事,刘总不应该拒绝吗? 乔梁笑道,当然了,我这样做也是有私心的,刘总这次主动提出捐款,对我也有所启发。 之前为了办这所特教学校,我可是豁出脸皮,四处要钱,事理省力都跑了。 但我却忽略了社会力量,像很多地方,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是很常见的事,咱们这次搞个盛大的捐资仪式,说不定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呢? 要是能带动一些本地企业家捐款,那可是再好不过了。 听到乔梁如此说,刘映也不好拒绝,点头道,那就依乔现场的意思办吧。 今天是老三来梁北找桥梁,两人刚好在酒店小聚。 酒店的另一个房间里,三个面相看着不怎么友善的成年男子,坐在一个房间里,彼此面对面的,不知道在交谈什么。 桌上的烟灰缸里,几层小山式的烟头,堆满了整个烟灰缸。 三人似乎起了争执,有两人互相瞪着眼,看似谁也不能说服谁。 蜀哥,你说句话,咱们到底干不干? 其中一人看向中间不吭声的男子,急赤白脸地问道。 干肯定是要干的,要不然,咱们在这里干嘛。 叫蜀哥的男子吸了口烟,淡淡地说道。 蜀哥,我的意思是,咱们要不要立刻就干。 刚刚说话的男子再次道。 先缓缓吧,都跟到了这里了,不急这一时半会。 蜀哥摇了摇头,等等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男子着急上火地拍着桌子,错过这次机会,再让我回红展集团当保安,老子可不干了。 放心吧,你肯定不用回去了。 蜀哥撇了撇嘴,把烟头掐灭,身子往前清了一下,朝两人招了招手。 另外两人健壮,也都跟着身子往前凑。 三人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蜀哥叫奇力,因为长了一双三角眼,所以道上的人喊他蜀哥。 另外两人,一个叫霍兴龙,一个叫李飞,看到新闻,那是一篇某知名机构排的富豪排行榜。 西北省首富赫然就是红展集团的老板刘广安。 看到那篇新闻后,奇力心思就活泛了起来,萌生出一个想法,想干一票大的,将刘广安绑架,然后捞一笔巨额赎金,从此远走高飞。 为此,奇力先后找来了霍兴龙和李飞,三人一合计,立刻就臭味相投,决定一起干。 为了计划能够成功,三人开始周密准备起来,李飞更是伪造政见,进了红展集团当保安,为的是时刻掌握刘广安的行踪。 但刘广安每次出行,除了戴司机,身边往往还会跟一个保镖,这让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再加上考虑在京城实施绑架的话,即便是得手了,最后恐怕也不好脱身。 因此,三人小半年来一直在观望,想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动手。 但没想到刘广安竟然出车祸死了,这让三人傻眼了,准备了半年,要绑架的对象竟然死了。 好在刘广安死了,其还有女儿,奇力三人很快就将目标转移到了刘盈身上,想绑架刘盈。 这次刘盈从京城来到梁北,三人都跟过来了,而刚刚的争执缘起于李飞和霍兴隆。 这次能够知道刘盈要来梁北的消息,是李飞从刘盈的司机那里打听到的。 毫无疑问,在红展集团当了半年保安,李飞收获不少,也和刘盈司机混熟了。 所以,这次得以打听到刘盈的行程。 三人跟着刘盈来到梁北,李飞建议立刻动手,霍兴隆则反对,两人各执一词,也都各有各的道理。 李飞认为,既然在京城不好动手,那在梁北就不应该再错过机会。 应该马上动手,将刘盈绑了,霍兴隆则不赞同,认为可以再等等,说不定还有更好的机会。 三人终以鼠哥齐立为首,这会齐立让两人凑过来,道,你们俩的争执,其实各有各的理。 这样吧,我觉得可以折中一下,咱们先再观察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下手机会。 如果没有的话,一旦发现刘盈要返回京城了,咱们就不能等了,必须马上动手。 我觉得可以。 霍兴隆点头道。 齐哥,我听你的。 李飞扎扎嘴。 一夜无话,次日,乔良一早吃完饭来到办公室,将丁永兴喊了过来。 丁局,会场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昨天晚上我让人加班加点布置,捐赠仪式由乔良亲自主持。 刘盈被请上台后,当场表示,红展集团捐赠的500万,只是第一笔。 后期如果特教学校的建设还有资金缺口,红展集团都爆了。 刘盈的表态引得现场的人纷纷鼓掌,大声叫好。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后边观看的群众里,有三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男子也在其中。 三人站在后边的角落,没人注意。 不过三人看着台上那专门制作的大幅的500万支票模板时,三人眼里都满眼放光。 尤其是李飞,小声嘀咕道,真特么有钱,一捐就是500万,这500万要是给咱们。 老子都不冒那个险了,立刻就走。 出喜,瞧你那点稚气。 琪丽美好气地看了李飞一眼,知道刘佳有多少财富吗? 几十亿?几百万就让你满足了? 鼠哥,话说咱们之前还没好好合计过,真要绑架成功了,咱们得要多少钱啊? 李飞兴奋地搓着手,仿佛真成功了。 小声点,别让人听到了。 琪丽比了个虚声的手势,朝霍兴龙和李飞使了十眼色,往后退了几步。 三人后退到没人的地方,琪丽朝李飞吩咐道, 小飞,你今天再装着套进虎给那流营的司机打个电话,想法子看能不能套出他们接下来的行程。 如果他们接下来就要返回京城的话,那咱们就必须得在两北县城动手了。 好,我待会就给他打个电话。 李飞点点头。 三人密谋着,台上,捐赠仪式依旧在进行着。 盈盈,现在市里的调查组进驻铁矿,你没事去那铁矿干嘛呢? 尚可急道,就是因为调查组在哪,我才要去一趟。 刘盈淡淡道,尚可文言一下呆住,不可思议地看着刘盈,盈盈,调查组进驻铁矿,是要查你们铁矿的。 你难道希望铁矿被查出点什么,影响到整个红展集团吗? 你错了,我不是希望铁矿被查到什么,相反,我只是希望这件事尽早结束,减少对我们整个集团的影响。 刘盈看着尚可,你也知道我弟弟现在还在里面,无论他之前是否做错什么,我都希望这件事早日有个结果。 盈盈,如果是你担心这个,那你也完全没必要去铁矿,你犯不着和那些调查人员接触。 铁矿的事,包括你弟弟的事,我舅舅会处理的,你根本无需担心什么。 尚可即到,如果真有你说得那么容易,那为什么我弟弟现在还在监狱里? 你舅舅神通广大,怎么还没能将我弟弟放出来? 刘盈深深看了尚可一眼,我虽然不喜欢掺和体制里的事,但不代表我对此就一无所知。 你舅舅那么厉害,西州市的腾达不也照样出事了? 刘盈这话犹如一把尖刀插入尚可的心脏,让尚可如遭雷击,整个人彻底呆住。 是啊,舅舅那么厉害,但腾达还是出事了,舅舅其实连自己阵营里最核心的人员都保不住。 这些日子,尚可其实并不是没深入想过,只是他一直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宁愿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幻想着舅舅依然守眼通天,肯定能够保护他平安无事。 但连腾达都出事了,他最后就能够幸免吗? 好自为之吧。 刘盈看着尚可,轻叹了口气,转身离开。 见刘盈要离开,尚可陡然回过神来,喊道,盈盈,还有什么事? 刘盈静静地看着尚可。 盈盈,咱们之间真的不可能了吗? 尚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别想了,我们不可能的,我之前就说得很清楚,我对你没有男女之间的感觉,咱们可以当好朋友,但当不了情侣。 刘盈摇头道,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尚可苦涩笑道,刘盈没说话,对待这件事,她的态度一直都是很坚决的,就是断了尚可的念想,让尚可不再纠缠,只不过一想到刘昌星,刘盈就不自觉皱起眉头。 她知道刘昌星还是想撮合她和尚可,不过好在父亲不在了,刘昌星也不可能再强迫她。 想及此,刘盈没来由,觉得有些悲哀,没想到父亲的死竟然会额外换来这样一个好的结果。 上了车,刘盈便前往铁矿。 另一边,尚可也回到了办公室。 京城。 廖古风坐车从某处充满威严肃木的大院里出来,她刚会报完工作。 回到宾馆,廖古风脸上严肃的表情才稍稍缓和,在屋里坐了一会,门外响起敲门声,是廖古风身旁的工作人员。 廖书记,蔡书记过来了。 工作人员走进来会报道。 嗯,请她进来吧。 廖古风点点头,上午孙泽忠先行回京城坐镇了,因为上边的主管部门要开会,蔡文睿被留下。 知晓廖古风上午去会报工作了,蔡文睿溥一进门就颇为关切地问道,廖书记,一切顺利吧。 还算顺利。 廖古风点了点头,问道,你那边呢? 如何? 如何?刚开完会,已经成立一个专案组,会秘密进驻京城,就相关的线索进行深入调查。 蔡文睿肃然道。 好。 廖古风轻轻拍了下手掌,希望这次能避其功于一亿,以后还西北一片朗朗乾坤。 有廖书记在,我相信没问题。 蔡文睿笑道,文睿同志,你啥时候也会拍马屁了。 廖古风笑着点了点蔡文睿。 廖书记,我这可不是拍马屁,而是真心话。 蔡文睿认真了起来。 廖古风文言没说什么,正所谓功过自有后人评,他在西北的作为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群众,功过是非,也交给后人去评论。 梁北,刘盈参加完捐赠仪式后,就直接坐车前往牧区铁矿,车上静悄悄地,刘盈拿着手机看新闻,前面的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分别是刘盈的司机和助理。 一行三人前往铁矿,三人都没有注意到,后边一辆有些破旧的白色小面包紧紧跟着他们。 车上赫然是奇力和霍兴龙,李飞三人。 此刻,三人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尤其是李飞,不停搓着手,高兴地手舞足蹈,激动地说着, 何该我们兄弟三人发财,这个刘盈,你说他去哪不好,偏偏要去牧区,简直是天助我们,等咱们绑了他,拿到钱后往大漠深处一钻,你说谁能抓得到我们? 别高兴得太早,往大漠深处一钻倒是简单,关键是咱们补给够吗? 我们带的干粮顶多也就能撑个几天,真往大漠深处去,咱们都得饿死。 奇力笑呵呵说着,拿到钱后,咱们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赶紧出镜,只有到了镜外,咱们才是安全的, 也才意味着这钱,咱们是真正赚到手了。可是这两北离边境可是挺远的,咱们要出镜,怕是没那么容易。 李飞皱眉道,你傻呀,只要我们把刘盈这个人质空在手里,他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霍兴龙咧嘴笑道,瞧你这脑子,也不懂得多动脑子想想,难怪就只能你卧底去当保安。 滚!李飞笑骂道,想到即将到手的钱,李飞心情高兴,难得地没有和霍兴龙吵起来。 你说咱们绑了人后,得要多少钱合适啊? 李飞又问道,脑子里已经开始浮现出那数钱的画面。 你说要多少合适? 正在开车的奇力从后视镜看了李飞一眼,笑呵呵问道。 要我说,至少得要个上一把,不然都不够咱们兄弟分的。 李飞嘿嘿笑道,小飞,你知道一千万现金有多重吗? 奇力笑问,多重啊。 李飞眨眨眼,她还真不知道一千万多重。 一千万大概有两三百斤重,也就是说一个亿就有两三千斤重, 你说真要一个亿,咱们能扛地走吗? 奇力呵呵一笑,我靠,一个亿那么重。 李飞有些吃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你看这一百块就这么轻飘飘的,好像没重量似的, 没想到这一个亿竟然要两三千斤重。 你以为呢? 奇力笑了笑,所以咱们要多了也没用,差不多就行了。 那是,关键是要能带走,这要是两三千斤重,累死咱们也扛不走。 李飞笑道,三人说笑着,一直在关注着道路情况的奇力突然道, 好了,言归正传,前面就到了乡下路段,现在路上车子都已经开始变少了, 我们也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好,听到奇力的话,霍兴龙和李飞都变得严肃起来。 奇力说完,脚下开始踩下油门加速,全力追赶着前面刘盈的那辆奔驰。 前头,刘盈看了一会新闻后,和助理说着话,询问着自己交代的几件事。 得知助理都已经安排人去办后,刘盈放心下来,点头道,一有结果,就立刻跟我汇报。 刘总,您放心,有准信了,我就跟您汇报。 助理答道。 两人说着话,突地,刘盈儿的一声,身子往前窜,头直接撞到了前排座椅上。 与此同时,奔驰车被撞得往边上一歪,不明情况的司机紧急转着方向盘,脚下踩着急刹车。 后面的面包车,见奔驰车停了,立刻往前开,挡在了奔驰车前面。 驾驶座上,刘盈的司机压根还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转头看了刘盈一眼,关切地问道。 刘总,您没事吧? 没事。 刘盈摇摇头。 没事就好。 司机松了口气,看到前头面包车有人下来,司机一下瞪起了眼睛,打开车门就下车。 嘴上还骂着,这混蛋是怎么开车的,路这么宽,怎么就能撞上咱们。 司机走下车,指着面包车上下来的奇力,刚要开口质问,这时奇力掏出一把枪,直接顶在了司机太阳穴上,恶狠狠道。 别说话,说话就打死你。 奇力制住司机,后边的霍兴龙和李飞立刻下车,朝奔驰车跑来,打开后座车门就冲着刘盈呵斥道,下车。 这一切就发生在那电光火石之间,刘盈直至被拽下车后,都还有些发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你不是小李吗? 刘盈的司机看到李飞后,眼珠子瞪得老大。 刘盈的司机姓赵,李飞冲着对方咧嘴一笑,呵呵,赵哥,谢了,要不是你,咱还没办法这么清楚刘总的行程呢。 三人,把刘盈和司机,助理三人,带上面包车,随即往牧区深处开去,奇力转头看着刘盈,刘总,得罪了,我们兄弟三人,只求财不伤人,你安排人给我们送两千万,我们立刻就放了你。 遇上绑票的了。 刘盈脑袋里一片空白,第一时间冒出这个想法,没想到平时只在电影里看过的情节,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 看刘盈呆呆没有说话,奇力笑道,看来把刘总吓到了。 行,那就给刘总几分钟的时间缓缓神。 嘿嘿,这刘总的皮肤可真白,以前在公司当保安的时候,天天看着刘总,我就想以后也不知道哪个男人有福气能得到刘总这样的大美人呢。 李飞猥琐地笑了一下,伸手摸了一把刘盈的脸。 刘盈惊叫出声,条件反射地往后躲了躲。 小飞,别多事。 奇力眉头一皱,我们只要钱,别搞出其他事来。 李飞闻言笑了一下,眼珠子转了转,心想,等钱到手后,或许可以享受一下。 连番惊吓,反倒让刘盈逐渐冷静下来,不管心里有多怕,刘盈也知道自己遇上绑架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会因为她的害怕而改变什么。 相反,只有冷静下来,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只要你们不伤害我们,要钱没有问题,两千万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数目。 你们说到做到把我们放了,我会把钱给你们。 刘盈深吸了口气道,刘总,现在可由不得你,怎么做事我们兄弟说了算,你先让人把钱送过来再说。 奇力道,我让人把钱送过来了,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放人? 刘盈反问道,那就看你信不信了,反正信不信有你,钱,你是必须得先让人送过来的,你以为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奇力笑笑,刘盈闻言一下沉默,心念急转,道,你把我助理放了吧,她去准备钱。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边上的李飞插话道,你们既然绑架我,那肯定是把我的情况都查得挺清楚的。 我爸去世了,我弟弟在监狱里,现在红展集团就我一个人做主,我人在你们手上,怎么给你们准备钱? 刘盈说道,你打电话让集团的人送来不就得了。 另一旁的霍兴龙说道,没用的,我之前亲自在公司里制定了规矩,财务只认公章不认人,没有公章,财务不会批钱的。 刘盈淡淡道,连你亲自打电话也不行。 奇力咒眉道,不行的,这规矩是我亲自制定的,你说我可能带头违反吗? 所以,你只能把我的助理放了,由他回去拿公章去财务那批钱,否则你们拿不到钱的。 刘盈说着又补充了一句,戏谑道,当然了,你们要把我放了也行,我亲自回去让财务批钱,给你们送过来。 奇力三人面面相去,他们当然不可能把刘盈放了,但他们三个也都是大老粗, 就没这儿八经在企业里上过班,更别提了解什么大企业的财务流程了。 所以也不知道刘盈说的是真是假,如果真像刘盈说的那样,那他们不把刘盈的助理放了,还真拿不到钱了。 迟疑了一下,奇力把车开到路边一处戈壁滩,将刘盈三人绑好后,奇力朝霍兴龙和李飞使了个眼色,三人一起下车商量。 怎么办?你们觉得,这个姓刘的娘们说的是真是假? 奇力询问着霍兴龙和李飞。 鼠哥,这我们也不懂啊,咱们都是粗人,哪懂得这大企业是个什么流程啊? 霍兴龙摇头道。 小飞,你好歹在红展集团干过保安,你了解吗? 奇力转头看向李飞。 鼠哥,你也知道,我干的是保安啊,你说我一小保安拿懂得集团里的财物是怎么运作的呀。 李飞苦笑,这就有些难办了呀。 奇力一下蛋疼起来,事情跟他们预估的显然有些出辱。 鼠哥,我觉得把他那个助理放了也不打紧,反正对方也没啥用处,只要留盈在我们手上,应该就没事吗? 李飞挠了挠头道,可万一对方报警怎么办? 霍兴龙显然是不太赞同。 那咋整? 万一真像那姓刘的娘们说的那样,只认公章不认人,那咱们拿不到钱啊。 李飞撇撇嘴,把他助理放了,警告他,只要报警,我们立刻就撕票,让他不敢乱来。 奇力咬咬牙,做了决定,现在不能耽搔时间。 嗯,鼠哥做主就好了。 霍兴龙和李飞点了点头,不管他们有没有分歧,这时候显然不能闹内讧。 三人重新回到车上,奇力看着刘盈道,刘总,我们可以把你助理放了,但希望你们别耍什么花样。 奇力说着,看向刘盈的助理,你若是胆敢报警,我立刻杀了他。 奇力说完,拿枪指着刘盈的额头。 不不,我不会。 刘盈的助理吓得惊叫道, 好,你可以走了,把你电话留给我们,回头,你把钱准备好了,就按我们的指示做。 我们让你把钱送到哪,你就送到哪,明白吗? 奇力冷冷盯着对方。 明白。 助理脸色发白地点头。 很快,奇力开车返回,将助理送到刚刚那辆奔驰车的位置,让对方自个开车回去,随即奇力开着车远去。 看到绑匪离开,助理哆嗦着拿出手机,犹豫着要不要报警。 原来,就在刚刚奇力三人下车商量的时候,刘盈偷偷给助理交代了话,让助理待会如果能够离开的话,无论如何都要报警。 助理,在原地犹豫了许久,终归是没赶真的报警,想到现在在梁北,助理急忙上车,掉头往县城方向开去。 助理想去找尚可,他知道刘盈和尚可熟悉,现在出了事,助理想到要去找尚可帮忙,毕竟多一个人帮忙,总比他一个人不知所措好。 车子抵达县城,助理第一时间开进了县大院,好好的一辆奔驰S级豪车,屁股被撞得变了形,一使进县大院里,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乔良刚和老三吃完午饭回到县大院,看到奔驰车时,乔良有些愣神,这不是刘盈的坐驾吗? 脑袋里的想法一闪而过,乔良就看到刘盈的助理急匆匆从车上下来,他虽然不知道对方名字,但因为见过对方两次,却是认得对方。 看到助理慌乱的神色,再看到被撞扁的车屁股,乔良心头一跳,隐隐有不好的预感,走上前问道,你不是刘总的助理吗? 乔县长,我们刘总被绑架了,上县长在吗?我要赶紧通知他。 助理着急道,刘总被绑架了。 乔良呆了一下,一脸的不可思议。 是啊,现在绑匪要两千万的赎金,让我回来准备钱,刘总让我报警,可,可我不敢报警。 助理急得哭出来,绑匪说要是报警,就杀了刘总。 乔良脑袋嗡嗡作响,没想到这只有在电视里看到的情节,竟然发生在眼前。 绑匪说要多少钱? 尚可连忙问道。 两千万。 助理答道。 那就赶紧给他们准备钱啊,只要能把盈盈就回来,区区两千万算什么? 别说是两千万,就算是两个亿,该给也得给。 尚可急不可耐道。 尚县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给了钱,但刘总依然就不回来怎么办? 乔良出声道。 这,尚可一下呆住。 我们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就是绑匪拿了赎金后,依然会撕票。 毕竟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乔良说道。 那该怎么办? 尚可难难道。 我觉得刘总是对的。 报警。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让警方去处理最合适。 乔良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时候他觉得被绑架的刘盈反倒是很理智的。 对方既然交代助理回来后一定要报警,肯定也是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 可如果让绑匪知道我们报了警,一怒之下杀了刘总怎么办? 助理担心道。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只要绑匪还想要钱,他们就不可能杀了刘总,把人杀了。 他们拿什么要钱?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要钱,那只要他们还没拿到钱,刘总就应该是安全的。 乔良说着自己的分析,看向那助理,刘总交代你一定要报警。 他肯定也是分析了诸多可能后才做出这种决定的。 我也赞同乔县长的意见,交给警方处理最合适。 丁小云赞同道。 可是,这,尚可语无伦次,他既觉得交给警方处理也没错,但又怕绑匪伤害刘盈,一时之间竟是有些六神无主。 乔良看到尚可的反应,暗暗摇头,这小子关键时刻是个草包,想了想,乔良问道,刘总有没有其他亲人? 这种事,其实刘总的亲人最有权利做主。 没有了,刘总的父亲刚过世,他弟弟又在监狱,现在根本没人能够做主。 助理苦笑,刘总就没有叔叔伯伯之类的吗? 乔良纳闷道,那些就不用指望了,我看他们巴布的盈盈被绑匪杀了,那样,他们就能来抢集团的大权了。 尚可对刘盈家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知道刘盈同那些亲戚的关系十分疏远。 既然是这样,那就交给警方处理吧。 当然,钱也要备着,我们要同时做两种准备。 乔良说道,好,那就交给警方处理,不能再耽搁时间了。 尚可咬了咬牙,做了决定。 几人取得一致,很快就通知了警方,尚可亲自打的电话,县局局长冯湛明立刻赶了过来。 得知详细情况后,冯湛明马上调集了县局的精干警力,开始部署营救工作。 一行人来到县局指挥中心,通过刘盈助理描述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特征。 县局的人很快就从指挥中心的监控里查找到了那辆白色面包车的信息,以及行驶轨迹。 车辆往牧区深处去了,我觉得有必要向市局甚至是省厅申请协助,调直升飞机过来。 冯湛明在听了手下的汇报后,向尚可和丁晓云建议道。 好好,那就立刻向市局报告,由他们跟省厅申请,调直升飞机过来。 尚可毫不犹豫点头,整个西北省,目前也就只有省厅才有警用直升飞机。 得到尚可批准,县局这边立刻向市局报告,事情就这样一层一层上报到了省厅。 最后连孙泽忠都被惊动,立刻下了指示,要求省厅、市局、县局三级联动配合全力营救。 而后孙泽忠又将此事报告给了廖古峰。 也不怪乎孙泽忠会如此重视,实在是最近关于红展集团的事实在是太敏感了。 刘广安这个董事长才刚出车祸死了,这才没几天,刘盈这个总裁就又被绑架。 不知道的,还会以为这里头有什么阴谋呢? 就连孙泽忠刚才接到汇报的刹那,也下意识以为又是有人在搞鬼,直至再三确定这真的只是一起普通的绑架事件后。 孙泽忠才松了口气,事情汇报到廖古峰那后,廖古峰颇感意外,第一反应甚至跟孙泽忠差不多。 最后听了孙泽忠的详细汇报后,廖古峰才心下稍安,下只是要求全力营救,务必要保证人质安全。 毫无疑问,廖古峰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发生什么跟红展集团有关的事情。 不管他对红展集团的观感如何,廖古峰现在只希望能尽量少出一些负面新闻。 因为某些因素,本书随时可能会结束在网站的发布,一旦看不到后续内容, 记得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一下一一一刻二,去掉四个字中间的一。 上头的只是层层下来,随着省厅支援的直升飞机来的,还有一对省厅的精锐警力, 既有谈判专家,又有狙击高手,都有应对此类事件的丰富经验。 最后,大家汇聚到县局指挥中心,商量着营救办法,桥梁没想到这件事会惊动这么广。 看到省厅和市局都派了人下来,桥梁放心不少,这么多警务系统的高手在,至少救人的希望大增。 绑匪有枪,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危险性,也会导致营救的难度增加。 看到警方的人讨论许久,还没拿出一个具体方案,在一旁听了半天的桥梁,忍不住道。 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钱送过去,稳住对方再说,只要钱送到了,对方就一定会过来拿,咱们警方的人潜伏着,届时将过来拿钱的绑匪一举拿下。 乔县长,你这个说着简单,但具体操作起来却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没那么容易的。 省厅带队的那名队长说道,那也总比在这讨论浪费时间强吗? 乔梁撇撇嘴。 乔梁这话,搞得在场的警务人员都有些尴尬,因为事件惊动了上面的领导,上面下了指示,所以搞得在场负责的警务人员都有些束手束脚,生怕会伤害到刘盈,以至于在制定行动计划的时候,慎之又慎。 依我看,乔县长说的也未尝没错,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和劫匪联系,稳住他们。 至于营救计划,因为事件本身是不可控的,情况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我们的营救计划也必须根据情况变动而随时调整,因此,咱们没必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省厅负责的那位队长拍了板,看向刘盈的助理,问道,钱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准备好了,那就联系绑匪,还有,我们这边派出一个特警,装成你们红展集团的工作人员,到时候送钱过去的时候,跟你一起过去。 听到刘盈的助理说钱已经凑齐,齐立有些惊讶,挂了电话,转头走向刘盈,一脸音质,你不是说要让你那个助理回省城拿公张才能找财务批钱吗? 怎么可能这么快?我忘了告诉你,公张其实就在我助理身上,我们集团在西州有分公司,她直接到市里边找分公司的人就能拿到钱了。 刘盈淡淡道,你这臭娘们,敢跟我耍心眼?齐立目露凶光,抬手就要给刘盈一巴掌。 这时李飞赶紧拦住,唉唉,鼠哥,你跟他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干嘛,这么漂亮的脸蛋,打坏了多可惜。 反正咱们要的是钱,你管他是从哪拿的钱,只要最后能送到咱们手上就行。 没错,鼠哥,让他的助理把钱送来吧,咱们拿了,赶紧远走高飞。 霍兴龙也出声道,他其实也能感觉到刘盈有些小心思,但这回又哪能顾得上那么多,能拿得到钱比啥都好。 最好不要跟我们耍花招,你的小命随时捏在我们手里。 齐立抬手指了指刘盈,威胁道,放心吧,我哪敢耍什么花招,只要你们拿到钱能履行诺言,把我放了就好。 刘盈微微一笑,表面上镇定自若的她,心里其实砰砰跳得厉害,万分紧张,刚刚那一关总算是蒙混过去了。 听到刘盈的话,齐立三人眼光闪了一下,没说什么,走到不远处商量了一番后,决定让刘盈的助理现在就把钱送过来。 也不知道小元到底报警了没有。 看着三人的背影,刘盈心里暗自着急,默默想着,她的助理叫元杰。 刘盈在元杰被放走前已经在三叮嘱她一定要报警,现在刘盈就怕元杰听了对方威胁后,会因为顾及她的安危而不敢报警。 齐立这边商量妥当后,重新给刘盈的助理元杰打了过去,让对方现在就把钱送过来。 打完电话,齐立对霍兴龙和李飞道,这姓刘的娘们心眼很多,总让我感觉不踏实,不排除她那个助理已经报警的可能,所以接下来,咱们可能还有一场硬仗。 既然干了这事,就没想过会不被警方的人发现,只要我们把那个刘盈紧紧控制在手里,我觉得问题不大。 李飞抽了口烟道,嗯,她是咱们的护身符,咱们只要盯紧她,确保她在咱们手里,应该没问题。 霍兴龙也点点头,也只能这样了,等钱送到的时候,你们多长得心眼,把那个刘盈看紧了。 齐立说道, 鼠哥,你放心吧,没问题。 霍兴龙和李飞,俱事点头。 三人嘀咕了一阵,便各自靠在车身上吸烟,彼此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约莫等了两三个小时,确认圆节快到后,霍兴龙和李飞将刘盈带上车,齐立则是在原地站着。 远处的车灯照射过来,齐立微微眯着眼睛,瞅着那辆游远而进行驶过来的车子。 摸出手机打电话给袁杰,道,你把车子停在原位别动,把钱放下,然后离开。 啊? 袁杰有些愣神,瞅了瞅夫驾驶座上那名装成他们公司工作人员一起跟过来的特警。 五柱话筒低声道,他们让我把钱放下,开车离开。 那你问他,是不是现在就把你们刘总放了? 那名特警巧声道,袁杰点了点头,放开话筒,道,我把钱放下,那我们刘总呢,是不是现在放了? 你把钱放下,回头我们自然会放了你们刘总。 白天你们可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说,只要把钱送到,你们就放了我们刘总。 现在,我要是把钱放下就走,我怎么会知道你们会不会把我们刘总放了? 袁杰质问道,你现在没资格和我们讲这个,把钱放在原地,然后开车离开,立刻照我说的去做。 袁杰不耐烦地说着,我没空和你多废话,你不按我说的做,信不信我现在就剁下你们刘总一根手指头。 别别,我,我照做。 袁杰结结巴巴道,转头求助地看向那名特警。 特警此刻也是着急了起来,这里的地形太不利了,他们的人根本无处埋伏。 在他们后边,其实有好几辆车跟过来,但因为怕对方发现,都远远跟着,同时也都不敢开车灯。 就在袁杰等着对方拿主意时,电话那头麒麟突然吼道,你车上还有谁? 是不是报警了? 你,你,袁杰吓了一跳,一下子猛了,不知道隔着这个距离,对方怎么会看到? 操,还真报警了。 麒麗眼珠子争得滚圆,原来他刚刚纯粹是炸袁杰的,但袁杰的反应却是让他心头一紧,预料到自己可能猜对了。 这时候,袁杰回过神来,想着之前就想好的应对之词,赶紧道, 我没报警,是钱太重了,足足有几百斤,我搬不动,我让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跟我一起过来了,帮忙搬。 老子听你胡扯,把钱放下,立刻给我滚。 麒麗阴沉着脸道。 袁杰文言,一下不知所措,望向身边的特警,对方这时候也正通过耳麦紧急和上边联系,商量着要怎么办。 因为某些因素,本书随时可能会结束在网站的发布,一旦看不到后续内容, 记得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一下一一一刻二,去掉四个字中间的一。 后边,乔良和尚可同警方的人坐在一辆车里,乔良之所以会跟过来,其实也没想太多。 就是想看看警方能否顺利把人救回来,通过昨晚的接触。 他知道,刘盈和尚可,刘昌星他们可能不是一路人,再加上刘盈给梁北特教学校捐款。 他对刘盈的印象大有改观,打心眼里不希望刘盈出事。 前面到底啥情况了? 车子里,尚可很是烦躁地说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咱们又没救人的本事,这时候就别添乱了。 乔良撇撇嘴道,我这是在添乱。 尚可瞪着乔良不满道。 尚可话音刚落,前头车灯突然亮了起来,尚可见状一下急了起来,怎么回事? 前头为什么亮灯了?那不是要被绑匪发现了吗? 这时,尚可和乔良所坐的这辆车子也往前开,直至开到近前才停了下来,乔良往车外一看,才发现警方的车子围成一圈,将绑匪给围住了。 显然,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警方这边决定摊牌,直接将绑匪包围了。 这,这,怎么会搞成这样?万一绑匪撕票怎么办? 尚可看到外面的情况,结结巴巴道。 乔良无语地看着尚可,这家伙脑子是傻了不成,事情搞成这样,绑匪更不敢撕票。 现在刘盈成了对方的护身符。 警方的人都下了车,乔良和尚可也跟着下车,这时候,省厅派来的谈判专家起到了作用,正在跟绑匪交涉着。 几个绑匪这时候都躲在了车上,即便是齐力也不例外,对方跑回车上,第一时间就要拿流营出气,一旁的霍兴龙拦住道。 鼠哥,这时候跟这个娘们计较也没意义了,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脱身。 首发网址https冒号斜杠杠杠m.xwong.com 先去把钱搬到车上来。 李飞这时候还惦记着钱。 你嘛,都是你这个臭娘们搞的鬼,是不是你让你助理报的警? 齐力恶狠狠地看着刘盈,拿着枪指着对方。 你们把我放了,我可以帮你们去跟警方交涉,钱给你们,还可以放你们离开。 刘盈镇定自若地看着对方淡淡道。 呵呵,你这臭娘们倒是几分胆子,到了现在,你竟然不怕。 齐力嘲讽地看着刘盈,你当我们是傻子呢? 刘盈同对方对视着,她又岂止会不害怕,只不过是故作镇定罢了。 几人在车里说着话,外边,乔良和尚可来到了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省厅那位队长身旁。 尚可质问道,你们怎么和绑匪摊牌了? 不怕他们对刘总不利吗? 尚县长,这是那三位绑匪的资料。 省厅的队长,把一份资料拿给尚可,一边道,考虑到那些绑匪拿了钱后,也不可能真的放人。 再加上人质在他们手上的时间越长,反倒越不安全,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决定直接采取营救行动。 队长说着,指了指那三名绑匪的资料道, 这三人都是惯犯,有犯罪前科,指望他们说话算话是不大可能的。 那你们待会行动可得注意点,不能让他们伤害了刘总。 尚可随意翻了下资料,焦急道。 乔良听到尚可的话,撇撇嘴,往前走了几步, 警方的谈判专家已经在和绑匪交涉,让绑匪放了刘盈,双方都知道这不可能,但谈判就是彼此讨价还价,并且一步步试探出对方的底线。 双方隔空喊着话,警方这时候又提了新条件,说是可以用警方的人来替代刘盈当人质。 只要绑匪答应,不仅能让他们拿到钱,同时,警方的人还会往后撤。 蜀哥,听到了没有,感觉他们提的这个条件还可以啊,只要他们肯后撤,咱们至少是暂时安全了。 李飞听到警方的条件后,颇有些心动道。 你听他们忽悠呢,真换一个条子来当人质,你能放心吗? 谁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 其力不以为然。 就是,别听他们瞎扯,咱们只有把这个姓刘的娘们紧紧拽在手里,才是安全的。 那些条子,真要是诚心拿个人,跟我们换人质,怎么不找个当官的来换? 霍兴龙腹贺道。 没错。 其力点点头,隔着车子的玻璃缝往外瞄着。 其力喊道,换人质是不可能的,你们真想换,有本事找个当官的来换,用条子跟我们换,当我们傻是不是。 其力的话说完,警方这边一下沉默了起来,其力健壮得意道,怎么样,不敢了吧? 我看你们就没安好心。 鼠哥,乔,他们被你的话给震住了。 霍兴龙呵呵笑了起来,指了指窗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的桥梁,道。 那个好像是咱们上午看到的那个领导吧,是什么县长来着。 有本事,他们就让那个人过来替换人质。 对,上午捐赠仪式上,咱们看到的就是他,好像是县长。 李飞咪卓言往外瞧着,点头道。 其力闻言,眼珠子一转,升起了戏耍警方的心思。 喊道,要换人质也可以,你们让左边那个穿白色皮夹克的过来换,只要你们答应,我们就换。 乔梁原本还站在警方的那名谈判专家身旁看戏,想着看警方的人怎么和对方打心理战。 冷不丁看到周围的人都看向自己,乔梁一下有些纳闷,对方指的又不是字。 乔梁脑袋的想法一闪而过,脸色猛地僵住,低头看了看自己,再看看左右。 这里穿白色夹克的可不就只有他一人? 可以,我觉得可以换。 尚可不知道从哪窜出来,第一个点头道。 乔梁听到尚可的话,靠了一声,瞪着尚可道,尚县长,你什么意思? 乔副县长,你别误会,我这也是为了救人。 尚可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乔副县长,你都能徒手跟狼搏斗,我觉得你去换刘总的话,说不定还能有机会配合警方这边的人将绑匪一起干掉。 反之,你看刘总一个弱女子,在那些绑匪手上根本毫无反抗之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绑匪主动提出换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尚可这么一说,其他看向乔梁的眼光都带着几分惊议,他们倒不是赞同拿乔梁去换刘盈,而是听到乔梁竟然能徒手跟狼搏斗,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尚可见自己成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又道,大家都不知道吧,我们乔副县长是个功夫高手,他有过徒手干掉一只狼的光辉记录。 尚县长,这是真的?省厅那名队长颇有些不信?当然是真的,这在我们梁北县并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 尚可使劲点头,所以我觉得对方主动提出换人这是个机会。 省厅那名队长文言,眼神瞅了瞅乔梁,作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他的任务就是将刘盈营救出来,但真要让乔梁作为人质去替换刘盈,这是他显然不敢张口,姑且不说乔梁不归他管,而且乔梁好歹也是个副县长,他也不敢主动让乔梁去冒这个险,真出点岔子,他同样承担不起责任。 乔梁这回在心里将尚可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遍,这王八蛋简直是损人利己,为了救刘盈,压根就不管他的死活,不过这回看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乔梁也有些骑虎难下,答应吧,他得舍身涉险,不答应吧, 又难免让人觉得他胆小。看出乔梁的难堪,省厅那名队长主动道,乔县长,没事,我们也不可能让你去犯险。 对方这话反倒激起了乔梁那颗争强好斗的心,皱了皱眉头,乔梁道,把那三名绑匪的资料给我看一看。 乔县长,队长眨眨眼,把手头的资料递过去,乔梁接过来认真看了起来,他发现这三名绑匪虽然都是惯犯,有犯罪前科,但以往他们犯的事都只是小案子,算不上穷凶极恶的暴徒,而类似这种绑架的事,这三人其实只能算新手。 怎么样,耸了吧?有本事,你们倒是让那个当官的过来换啊。 哈哈,这时,面包车里的麒麗再次大喊,言语里充满调侃和挑衅的意味。 乔梁听到这话,目光一沉,突然道,我跟他们换。 乔县长,这不行,我得请示领导。 省厅那名队长摇头道,这时候他反而不敢擅自做主了。 还请示啥,赶紧换啊,不然待会绑匪改主意了怎么办。 尚可大喜,催促道。 听到尚可的话,乔梁转头狠狠瞪了尚可一眼,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懒得和对方计较,乔梁看着队长道,不用请示了,我过去替换刘总,趁着替换的功夫。 说不定能产生有利的时机,到时候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队长迟疑了一下,随即果断道,好,就听乔县长的,不过乔县长你放心,我一定可以保你安全。 接下来,乔梁又和警方的人讨论了一些细节,随后就朝绑匪喊话,可以替换。 这下反倒轮到绑匪三人傻眼了,乔梁有些不可置信道,不是吧,真拿当官的来换这个娘们。 那咱们换不换啊? 李飞挠了挠头,没必要折腾,刚刚就是跟他们开玩笑的,换个屁。 霍兴龙撇嘴道,乔梁脸色变换了一下,道, 我倒是觉得,如果换人质的话,警方能答应咱们的条件,那未尝不能换。 鼠哥,你做主吧。 李飞对这事完全没有主见。 齐力点了点头,朝外喊道,换人质也可以,你们先让那个当官的过来, 还有,让他把钱搬过来,你们警方的人都往后撤。 听到对方的话,乔梁和省厅的那名队长交换了个眼神,随即走了出去。 将奔驰车上的钱搬下来后,乔梁慢悠悠把钱往面包车方向搬。 绑匪注意不到的是,在这个功夫,有三名警方的狙击手分别从不同角度瞄准了车门的方向。 乔梁分三次把钱搬到面包车旁后,齐力躲在车里道, 你把后车厢打开,帮我们把钱放进去,待会你上车来,我们才能把这个娘们放了。 好,我都照做,你们可不能食言。 乔梁笑呵呵道,把后车厢打开,乔梁将足足四五百斤的两千万现金搬进后车厢, 这才走到车门前,双手举到头顶,示意自己没有敌意, 然后道,我已经站在这了,可以让刘总下车了吧。 乔梁目光闪了闪,道,你先上来,我就让这娘们下去。 不行,我上的同时,她得下来,不然怎么交替换人质。 乔梁摇头道,见对方如此小心,乔梁又道,我人都站在你们面前了, 你们手里还有枪,难不成还怕我耍什么幺蛾子不成。 借我俩胆子也不敢那么做啊,我还要自己的小命呢。 乔梁一下沉默,似乎在犹豫着。 乔梁健壮,又添了把火,你们只有让我把刘总替换下来, 警方才会答应你们的要求,撤开包围圈,让你们离开。 好,你上来,我会同时把这娘们推下去,你别耍什么心眼,否则这么近的距离,我能轻而易举一枪崩了你。 齐力说道,放心吧,我刚不是说了吗,借我俩胆子也不敢。 乔梁呵呵笑道,面包车的车门缓缓打开,先是推开了一小条缝,旋即逐渐拉大。 这时,对方拽着刘盈准备推下车,枪则是指向了乔梁。 就是这会。 乔梁脑袋一闪,突然间侧身向前,一把拉住刘盈的手,顺势往车旁一滚。 与此同时,砰的一声,一声低沉的闷响响起。 乔梁的反应可谓是快之又快,刘盈被乔梁拽得往地上摔去。 还没等刘盈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时,乔梁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拉着刘盈就狂跑。 与此同时,几束强光从四周照射在包面车上,刺的人睁不开眼睛。 车里面的李飞和霍兴龙下意识用手挡住了眼睛,眼前一片空白,看不清任何东西。 此时此刻,两人脑海里同时冒出了两个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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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